根據棒球協會的競賽規則 比賽學生不可以跟職棒球團簽約 否則就要取消球隊的比賽成績 這將影響所有球員的升血之路 儘管最後取消了對其他球員的處分 但是總教練陳哲生還是被競賽一年 阿主啊 我們自助就是這樣啊 沒有辦法啊 就是這樣啊 我覺得是跟那個上面在聊天 在說的是 像這種的 因為開放職棒的嘛 盡量造成說 有時候如果像這樣 我告訴你不懂得選手 那就 五六年的四千感情就 這樣就 大家都不高興 這樣就也不好啊 是這樣子啊 我建議喔 協會還是連綿這邊喔 學生連綿這邊喔 也當說 那既然職棒開放 阿咱學生不可以開放 也當開放的 盡量去開放嘛 不要綁 自己綁 綁死自己啦 自己要綁 綁死自己啦 自己要綁綁綁綁 綁綁就不好啊 那時候就覺得 想說 為什麼國外的選手都可以在十六歲 這樣就可以牽走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都一定要在十八歲以後 才可以牽走 我覺得有時候會不懂 我們為了這個事情 交易部體育會都大一起開會討論過 那大家得到共識 我們講的是共識嘛 高中畢業 拿到畢業證書後 我們絕對歡迎他 去參加美國的職棒或日本職棒 所以我們又發文 跟美國大聯盟聯絡 跟日本職棒聯聯絡 然後都獲得非常善意的回應 他們絕對認同 一定要高中畢業 讓小朋友有個基本的學業 萬一他哪天要轉換跑道的時候 他才不會那麼辛苦嘛 不讓金錢交易入侵基層棒球 避免功利主義跟學生明星化 正是這條規定的用意 但是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這些誘惑多少也反映出球員的潛力 和台灣棒球的實力 這是我以前的側助槍啊 然後以前我會把文件都放在裡面 通常就是 一些比賽資料啊 像這本就是 這一年就是曹錦輝高中三年級那一年 然後他打完這個賽事之後 就跟邏輯簽約了這樣子 那當時我沒有牽到他 我後來是到經紀公司去 鍾孟文曾經是紅襪隊的球探 也當過曹錦輝的經紀人 前前後後十年 他看著選手來來去去 不願被批評挖了台灣棒球的根 決定專心賣球具 最大的區別 球探他是球團的代表 就代表資方啊 那經紀人他是勞方的代表 就代表選手這樣 所以兩者其實是對立的 甚至有一搭一搶 兩個其實是合夥的 那一個當球探一個當經紀人這樣 用掛鉤的方式在做事啊 對 所以那個角色就變得比較像中介 對 他就中介然後兩邊轉 所以我後來就是覺得台灣這個環境太亂了 所以我就不想做了 其實大聯盟這個系統 有點像早期我們台灣的升學系統 就是說 它有分成新人聯盟 一、二、三、一大聯盟 那就有點像我們以前 以前要考初中 然後考高中 然後考大學 然後一層一層的去篩選 那其實大聯盟有點像這樣子 可是你每經過一段 你就是有一段的學習過程這樣子 場邊的球探拿起側速槍 對準了後起之秀 場上的球員力球表現 大聯盟的30支球隊 幾乎都有常駐球探在台灣 他們希望能挖掘台灣製造的好手 外銷美國 下一個台灣之光 這幾年日本職業出去的選手 都是上百萬、上千萬 那因為我們 比較可惜職業環境的 還沒有那麼成熟 所以 相對來講 就不需要可能要 那麼 的花費來找選手 當如果說沒有人在挖 那表示你資助技術落後了 回到 又倒退了 所以 我們預期 比台灣的年輕球員出國的 應該目前還在稍微成長當中 但已經不會說大幅的成長到沒有 還在 所以 我們一棒球協會也 也有預期 就是說 可能 維持在五、六十個球員 在美國的大球 從另一個角度看 四支職棒隊伍 加上兩支社會球隊 台灣城棒就業環境空間狹窄 體質孱弱 旅外 也加速讓具有競爭力的球員 在自由市場下選擇出走 就算不能爭取到高價的簽約金 球員也願意拼一個機會 當球員本身的能力沒有比較好 的時候 不管即使是老外 也有可能只有五百塊美金 對啊 那個通常在第十五輪以後 都是幾千塊美金 甚至不到一千塊美金的選手 每一個有出國的回來 即使是解約的回來 他的第一句話就是說 有機會他還想再去 很簡單就是這樣子 沒有一個跟你回來說 他是後回去的 旅外球員為職業生涯打拼 到了國家隊 他們又被塑造成 下一代的棒球希望 台灣球員啊 為什麼對 尖召國家隊議員那麼高 那是因為台灣球員 大部分從小就穿著 中華隊的服裝 球服長大的嘛 他或許 哨棒沒有參加國家隊 但他親哨棒 就會有機會參加或親棒 所以他從小對國家隊 那套制服的感情很深厚 有很多懷念的理由 他自己很想打經典賽 對這一次經典賽 準備準備蠻久的 對 因為畢竟前幾年 都一直沒有這個機會 代表國家參加比賽 我們的年輕選手 在美國大概還在 小聯盟的這個階段的 他們自己很清楚 在美國小聯盟的選手裡面 根本不可能有選手 可以參加這種比賽 面對個人前途和國家榮譽的抉擇 在3A和大聯盟間尷尬地帶的羅錦龍 選擇了球團春訓 而鄭其鴻希望在經典賽再度發光 這對兩個人來說都是關鍵的決定 他們都不想被判出局 1998年開放職棒球員參加國際大賽開始 我們已經10年在證召職棒球員了 當然隨著時間的改變 球團大會想說球員是我的財產 那我不希望我的球員去打個國際賽受傷 讓我財產受損 這個觀念還是實在的 對不對 其實今年就不會很強球 那就是也不會說都不想打 就是其實我心態很平靜吧 因為其實兩邊都很重要 我自己那邊的春訓跟 其實打經典賽你有好的表現 大家也都看得到 當台灣之光缺席 無法在國際賽事上為國爭光 這樣的Chinese Taipei 反映的難道不正是台灣真正的棒球國力嗎 旅美的選手越來越多 但是台灣的棒球實力 是不是也跟著向上提升了呢 透過上面的報導 也許找不到確切的答案 但是這一次的經典賽 卻可以透露出一點訊息 再替我們的代表隊擔心加油之餘 也希望台灣棒坦能對棒球環境 做出更多的省思和改進 有兩天有這個嗎 一定要對面的 還有我們 還有一天